埃及法老迎娶自己的女儿并生下孩子,难道他们不觉得违背伦理? 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繁华五千年,世界太拥挤,心里太空虚,城市的喧闹,始终不属于自己,想到你,心里就会充实,愿订阅年书的朋友幸福平安,快乐每一天。 新来的宝贝们,没点关注的,请点一下关注,点关注,不迷路,喜欢的请给年书双击订阅哦。 感谢了,接下来,年书也会好好努力,请大家双击订阅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我国近年来禁止近亲结婚,因为这极大可能会影响后代的健康问题。 现在人们越来越注重科学,虽然我国在古代有近亲结婚的现象,但是也只是仅限于表亲之内,绝对没有像埃及法老那样迎娶自己的女儿。 埃及近亲结婚在贵族圈非常流行,他们丝毫没有感到屈辱,反而感到十分光荣。 作为四大文明的古国,为何要延续这种荒唐的传统? 有人觉得他们太胡闹,有人觉得他们违背理论,近亲结婚这种荒谬的说法得从古埃及开始说起。 埃及在古代是文明大国之一,在四千五百年之前就已经发明了八大理文化。 人们纷纷开始耕种农田饲养牲畜,慢慢随着社会发展,开始有了财富分割最原始的发明,转变化为王权和统治。 随即,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开始建立起来。 中央集权的君主名字叫法老,是权力的象征,就像我国古代的皇帝一样。 哪怕他们做的事是促的,也没有人敢站出来指责。 这点比较像古代的秦始皇那样拥有强大的气势,根据具体来看,奴隶社会比封建社会还要强。 因为奴隶时期奴主的权力还是很高的,不像封建社会,没有人敢多言。 法老基本上是可以为所欲为。 想做什么,没有一人能抵抗的了。 在这种背景下对婚姻来说是最大的好处,外人很难能进入到古埃及的皇室家族,几乎不会出现外人这样一来,自然就没有人会影响法老的统治。 在埃及的历史上,很少出现叛乱的事情,也没有人干涉法老的统治。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法老认为血统是一个家族最尊贵的传承。 如果法老娶了外人的话,就会被视为对血统的玷污,法老代表着上天之子,绝不允许别的家族参与进来。 在古代埃及大多民众的心中,法老就像是神一般的人物,就应该受到后代人的追宠。 直到现在的一些国家,仅凭着出身,就会受到很高的待遇,比如约旦王室。 在古埃及,如果皇室和平民结婚了,就会被认为是对血统的玷污,就会遭受到异样的眼光。 比如前一段时间,日本的真子公主嫁给了一位平民,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引起了民间很大的争议,受到了不小的阻力。 在大多人的心中,依旧认为皇室公主应该配贵族公子,所以埃及皇室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往往会选择近亲结婚。 在很久以前,欧洲的一些国家王室就十分流行近亲结婚。 在当时王室家族中,遍地都是亲戚,虽然这种婚姻在现在看来是一种荒唐的行为,因为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讲,近亲结婚很可能增加疾病的发生,如果这些疾病流传下来的话,对国家发展影响十分严重。 比如欧洲史上最强大的王朝哈布斯,他是统治地位最多的王朝,其中很多王室成员都是属于这个王朝家族的血统,包括之前的西班牙帝国和罗马帝国。 他们国家的人,外貌看上去都十分相似,脸上颜色都很苍白,就连容貌上的缺点都是一样的。 欧洲一些国家近亲结婚以后,生下的孩子很多都患有血友病,这种病最原始是源于维多利亚女王,大多的王朝成员都是他的后代, 所以血友病就被扩散到整个王室。 这种婚姻的弊端不仅只有这些,还有很多孩子生下来就有身体上的部分残疾,但是法老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弊端,反而觉得都是上天的馈子。 古代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源于河流。 比如埃及他们的母亲河是尼罗河,中国的母亲河是黄河和长江,这些大河都对国家产生着非同凡响的意义。 仿佛孕育着亿万人民,打造了独特的文明建筑,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狮子人面向木乃伊等等。 中国在很早之前就形成了伦理道德观念,父母和子女的界限划分得非常清楚,几乎没有人做泯灭人伦的事情。 如果是在中国发生父亲贪图女儿的美貌而把自己女儿迎娶这种荒谬的事,肯定会遭到大家的唾骂。 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也曾出现过近亲结婚的现象,大多出现在少数民族政权,比如唐高宗娶了后娘李治,唐玄宗娶了儿媳杨玉环, 但也没有出现古埃及一样父亲娶女儿这种奇葩的做法。 但在那时候的埃及就觉得这种事很平常并不会感到丢人,因为他们有史以来就没有这种观念。 最关键的点在于法老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者,不仅拥有A军事和政治上的权力,他的一言一行也影响着百姓的生活, 在埃及流传着一个神话故事,大地之神和天空之神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妹。 后来,这对孪生兄妹结了婚生下的一双儿女,而这一双儿女再次结了婚, 所以根据埃及的神话描述,近亲结婚变得高度合法,而法老作为上天派来的发言人自然会遵循神的做法。 因此,近亲结婚在埃及变得毫无违和感。 古埃及著名的法老是图坦卡蒙,考古学家对他的古墓进行考古和挖掘时, 惊奇地发现这位著名的法老的死因是家族遗传疾病, 后来这些考古学家将他的人物形象描绘出来, 经过科技手段虚拟还原之后发现他是一个畸形。 可怕的是,经过长期奇葩观念的熏陶,古埃及视畸形而为正常人, 他们认为是上天派来准门继承王权的人, 可现如今,近亲结婚已经完全被禁止, 是因为通过科技发现近亲结婚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但如今在日本皇室依旧存在有近亲结婚的现象, 他们同样是为了满足自己对血统传承的向往, 所以他们这种行为依旧会导致传染性疾病的大概率的发生, 一个国家没有了健康的人口,那么只有面临灭亡了。 综合以上说法,像近亲结婚的这种奇葩的婚姻观念, 是他们当时的社会风俗造成的, 因为在当时神权是民众思想的唯一统治方法, 再加上当时社会医学的落后和习俗的强大力量, 所以导致了近亲结婚成了合法婚姻。 根据古埃及资料显示, 阿卡利亚是埃及历史之先河的法老。 他在位期间的统治手段十分残忍血腥, 当时他娶了一位和他弟位相当的贵族美女, 两人相识不久后结婚了, 很快阿卡利亚的妻子就怀上了身孕。 经过辛苦的怀胎十月, 阿卡利亚终于为他诞下了一名可爱的女儿, 他开心地为女儿取名为阿塔纳。 由于当时战乱的年代, 妇女两人没有相处多久, 就被迫分开了, 多年之后在相见时, 她的女儿已长成了大人模样。 其实出生在贵族家庭, 在外人只看见外表的光鲜华丽, 但也有很多事情是迫不得已的。 有一次, 敌人故意涉局, 在阿卡利亚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迫与自己的女儿发生了关系, 后来阿卡利亚越想越觉得不妥, 最后, 她为了保全自己女儿的名声, 娶了自己的女儿。 更不可思议的是, 她的女儿给她生下了一名男婴, 这种故事现在听来真是令人炸舌, 但是在古埃及来说, 阿卡利亚就像是神一样的存在,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没有人遭到任何人的议论, 就是因为阿卡利亚法老开了知仙河, 所以之后的法老都纷纷效仿, 比如著名的埃及艳后, 先后嫁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还有埃及第十八代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 曾嫁给了她的哥哥, 她的哥哥死以后, 她就像武则天一样, 继承了法老的位置, 因此看出, 皇室的女人从不外嫁, 一般都是嫁给自己的兄弟或者叔叔, 甚至是自己的父亲。 阿卡利亚这种错误的做法, 为什么后面的法老都纷纷效仿呢?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信仰血统纯正的关系, 在古埃及时, 他们十分在意神性传承这一说法, 这一说法表明了当时古埃及法老认为自己是上天降临的神的身份, 在古埃及和中国古代的观念完全不同。 在中国古代皇帝如果娶了大臣的女儿的话, 那么大臣的女儿就拥有至高无上的血统, 而嫁入皇室的女人, 很可能会勾结自己家族的人来威胁皇帝的地位, 很大可能会使皇权落入别人手中。 埃及法老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所以才会出现近亲结婚的现象, 就是俗话说的肥水不流外人田, 在古埃及老百姓思想十分迷信, 他们看到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都这样做了, 他们就觉得合乎情理, 之后科学家对古埃及的王朝进行研究, 发现大多人都患有先天疾病, 这造成他们的寿命急剧缩短, 推测这种现象就是因为近亲结婚造成的。 结语, 近亲结婚这种现象在古埃及大概流传了2000年之久, 就是这种现象导致当时人口健康出现了问题, 人数变得越来越少古埃及渐渐地衰败下来, 直到公元30年, 罗马人征服了埃及之后, 这个奇葩的风俗才被淹没在埃及的历史长河里,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社会提倡忧生忧郁, 拒绝进行结婚, 拒绝激喜儿的发生, 因为人口健康是一个国家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 凡是要讲求科学, 为了祖国能繁荣昌盛, 坚决不做违背伦理的事情, 对此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年书讨论吧! 最后的最后, 亲戚朋友们别忘了双击加关注, 爱你们!